大家好,我是小雷 今天的视频我们在铁肯 聊起本贴XL700V TraceUp 模有俗称阿尔贝斯 泛制本贴四个型号 分别为1991年到1996年XL400V 也俗称不死鸟 这个车只有日版 目前收藏价格大概7000到11000左右 第二个型号1987年到1999年XL600V 目前收藏价格在5000到11000左右 第三个型号2000年到2006年XL650V 目前收藏价格87到15000左右 最后一代 2008年到2011年XL700V 这个目前价格不强 我没有骑过 国内也很少见 其次阿尔贝斯是非洲双缸的弟弟 介造阿尔贝斯是因为早期的飞双 对越野来说太过于笨重 所以本贴向精确定为一台双用途 拉力赛车 于是在1987年发布了这台阿尔贝斯 当然这辆摩托也不负众望 在2705年之前累计售出10万台 它的性能在当时 比单缸的领导越野都要快 起过阿尔贝斯的兄弟应该都知道 虽然它的装备总重量210公斤 坐高843 但是你坐上去坐高秒变790 这就好比早期的AXE 它的坐高820 但你坐上去马上秒变690 而且实际操控骑行 它的解证非常柔软 所以大家不要老是把坐高当成一道门槛 真正玩车的只问一句话 这个车冲不冲 根本不会问这个车 我能不能骑 我能不能骑得了 至于它为什么叫阿尔贝斯 这个英文要分开读 读作trace up 翻译过来就是穿越阿尔贝斯 我也不知道准不准确 我不会英文 另外它的车外壳彩绘 有阿尔贝斯山的坐标 包括地图 我们先聊一下第一代 不死鸟XL400WA 这个型号是一个 只在日本销售的车型 也是目前国内阿尔贝斯 保有量最大的 至于这个400排量 好像和日本的驾照类别有关系 另外它用的是一台夜冷 398cc 52度 微型双钢发动机 每钢三个起码 最大马力8500转 爆发37匹 最大扭矩6500转 爆发34牛米 0百加速6.5秒 最高时速160 用的两个3.4毫米 画油器 五速别不想 列条传统 座椅高度850 装备总重量201公斤 我们先听一下它的声音 真正的第一代 是这一台 发布1987年XL600WA 它是根据达克尔赛车 NXR750技术开发 在NXR750的结构上 提高了为铺装路面的通过能力 用的是一台夜冷583cc 52度 微型双钢发动机 每钢三个起码 最大马力8切转 爆发50匹 最大扭矩6切转 爆发52牛米 用的两个3.2毫米 精兵化油器 五速别不想 列条传动 座椅高度850 装备总重量194公斤 油箱容量18升 当年最高时速172 当时最火的车系 应该是亚马哈XT660 本贴自家的XL600 林木的DR600 达克尔版 最后川崎推出了KLR650 但是这些车型 无一例外 都在刻意强调沙漠性能 只有本贴XL600 Chess Up 劫持让买家追踪 自己心中的阿尔贝斯山脉 既追求长途拉力性能 也追求公路舒适性 不过到了最后 这个尝试在国外是成功的 第三代发布了 两千年XL650V 从这代开始 它用的是多维尔NT650的发动机 这个车系还有一个叫JT650 目前NT车系正在复活 就是最新的NT111 这一代的设计 跟瓦尔德罗一企业很相似 提供了形成更长的雪架 包括更宽的座椅 用的是一台夜冷647cc 四重乘52度 微型双缸发动机 每缸三个起码 最大马力7500转 爆发52匹 最大扭矩5500转 爆发54牛米 依旧是5速变形列条传动 用的两个3.4毫米 倾斜CV型化油器 座椅高度843 装备总重量210公斤 有限容量19升 最高时速170 本贴老德拉利车型 都容易排气生锈 浮条断裂 而且它的且解症不可调 最后一代 发布于2008年 停产于2011年XL700V 是不是乍看起来 有过胡斯瓦那901的味道 其实这个车型 放到津贴也不过时 它的发动机 用的是多维尔NT700的发动机 是一台夜冷680cc 52度微型双缸发动机 从这代开始 编成了每缸四个起码 也用上了电烹系统 最大马力7750转 爆发59匹 最大马力5500转 爆发60牛米 用的五速变速箱 裂条传动 座椅高度841 干种214公斤 最高时速173 搭配了科学的CBS系统 还有本贴的蝶火安全系统 它的顶向容量45升 边向容量29升 野科雪配 聚碳酸质挡风玻璃 第20毫米的坐垫 提供加热功能 包括加热手把 前轮胎19寸100 后轮胎17寸130 它的所有车型 都会被底盘装甲 包括高位排气 储子以外 没有什么科技功能 视频最后总结一下 阿尔卑斯车系 是将中排辆旅行车的元素 与越野耐力赛车型的底盘 包括外观相结合 提供了日常通勤 到长途旅行 再到探索人机罕至的道路 阿尔卑斯始终结合了 最佳的工作方式 但是它在风格和性能方面 始终落后 也就是说 没有一个好的设计 和更先进的发动机 这个坑就铁好了 哪里不对 多多指点 感谢观看 拜拜 今天开始我们就正常发视频 然后昨天的视频 和大家聊了准备放的一些车型 所以今天晚上连夜 我们就去把摩托车都拖回来 争取赶在6月10号之前开业 跌离装修情况 目前就差铺设木底板 放茶台 和一些墙面装饰 电视机之类 其他都已经做好 二楼装备区 休息区都已经弄好 剩下的就是挂牌营业 今天下午 先把国宾650 和新月500变三轮先拉回去 换几台撑蒙灭的车下来 顺便说一下这个拖车 大家不要学我们 现在汽车牵引拖车 需要汽车有牵引资质 需要驾驶月 有C6驾照 或者A2以上驾照 拖车需要配有刹车灯和转向灯 不管700公斤以上 还是以下 都需要给拖车上牌照 这个新规在未来 会越来越野格 至于现在大家看到的 是厄尔多斯店 等达奇风店装修好 开业之后 就是总个二期店装修 然后乌省期 航警期 厄托克期 包括在山西都会开一家 俄尔多斯店就是总店 所以各地摩友 骑行路过 在这几个地方 都可以找到地方斜角 然后这台车 就是昨天说的 哈雷正三轮 改装了加特林排气 瘸车大包围 以及瘸车灯光 包括靠北 剩下的就是哈雷 摩瑞500 茄江萧750 摩江香帅 北海 白色这个是装威400 然后是林木笋 大敌鹰王 踏板 这边是一对哈雷883 凯越 阿普利亚 好久250 庞巴迪195UTV 和猛虎ATV 再就是庞巴迪摩托艇 和哈雷 这大概是不到一半的车 还有一些国产型车 进口大帽 小帽 和收藏的车型 装修好之后慢慢看 这里面大部分车型 都是一个人的 然后今天晚上能拖走的 都会拖走 连夜拖到打起 下午凉快了 我们就歇齐为敬 这里要说明一点 这几个俱乐部老板 叫龙五 不是我 然后俱乐部名字 还没有想好 未来这几个俱乐部 都会叫一个名字 想好之后 有来玩的魔友 给大家发定位 然后大家一直问 为什么实车评测 发的这么少 主要是没人给充值 而且我想的测试 和大家想的测试 可能不一样 比如你想知道 这辆车好不好 可能首先考虑的是 发动机耐久度 操控性 也只做工之类 然后就是在不在 你的预算之内 那么ADV车型来举例 是不是应该各种烂路 泥水路 泡弹坑去试 然后是拖控能力 截取骑行的便捷性 和易操控性 个人户外的 解氮维修便捷性 连续烂路 土路 积水路灭 大飞大跳之后 车架刚度怎么样 有没有便行开裂 浮条龙固 有没有便行 整车泄路 有没有松动短路 接触不良 整车螺丝配件 有没有松动便行 且后解正器 有没有渗油等等 这些我认为 都是最简单的 也是最入门的 最麻烦的 我认为是同款车 你试了多少台 一共跑了多少公里 故障率是百分之多少 主要的故障在什么地方 是发动机 还是泄路 还是垫棚 车架之类 其次是长时间高速运行 下贴30度 高速 低速 高温运行 动力有没有衰竭 发动机的发热量 对低速街区 骑行舒适度 有多大影响 毕竟很少有人 在零下30度 大雪贴汽车嘛 然后马力有没有序标 TFT仪表 会不会卡顿 我个人愚蠢的想法 这个叫实测 至于其他的 都只是介绍 但问题是这样去试 哪个厂家和车友 会让你试 车友肯定舍不得 让你这样祸祸 厂家着急卖车 你一试一年多两年 人家不用你试的情况下 韭菜都割了好几匹 有各位摩有的试车总结 那不是更爽歪歪 人家不管什么车 只需要告诉你配置 几速 加速 能压多低就行 而且我一直觉得 一样东西好不好 适不适合你 可能只有你自己知道 说的简单点 就是鞋合不合适 只有脚知道 我介绍的再好 你如果体验不到 那也百搭 而且机械这个东西 同一款车 不管进口也好 国产也好 有的人骑十万公里 不修车 有的人骑一切公里 就各种修 说白的机械东西 谁也不能保证它不坏 所以以现在 国产摩托制造水平来说 协做好稳定性 耐久度 可靠性 人性化 维修保养的便捷性 自主的设计 良好的售后 有质感的材料 在这个基础之上 再谈跑多快也不迟 假如寿命是500cc排量 急速250公里一次 那还有什么意义 所以大家应该关心的是 什么是好的 而不是什么是快的 因为好 可以伴你永久 而快 只是偶尔一次 而且卸在大家 对车的评价 就是汇总网上的负面评论 然后夸大其词 口口相传 也没骑过 也不买 但是传播的老机机来 网络社会 好事坏事 都可以传切力 进口车也每年召回 但是大家选择性失明 就好像进口车 百公里十个油 就是没有技术问题 国产车 百公里五个油 就是车的问题 我个人觉得玩乐车 不要太在意油耗 太在意油耗的话 束缚感太强 你一方面需要 风和自由 你要它跑得快 你不大油门跑 它怎么带你体验 风和自由 换一句话说 这些对于厂家来说 你不买 有的是人买 某四岗龙就是一个例子 人家哪个月 少卖了一台 你订车的时候 还得排队 搞不好像是撩妹七百 现在加家俩万提车 这就是一种病态 有这点时间 加班加点 赚点钱 谈个生意 它不香 开个玩笑 开个玩笑 话有点多 请勿对号入座 就聊这么多把 哪里不对 多多指点 好大家好 我是小雷 今天的视频 我们再提一啃 聊起华泰摩托 胡斯瓦那 弄的九百 说到胡斯瓦那 弄的九百 很多兄弟感觉很稀有 甚至没有听说过 其实胡斯瓦那 摩托古兹 阿普利亚 这些品牌 之前在国内 属于小众品牌 所以他们的车型 我们知道的并不多 但是车型不多 并不代表车质量不好 而是因为小众 而且贵 比如胡斯瓦那 当之无愧的 顶级越野品牌 而这台弄的九百 属于跨界车型 属于胡斯瓦那 和宝马摩托 共同研发 采用了宝马F800 双缸发动机 但是胡斯瓦那 做了很多优化 可以说完全不同 比如做了315度的曲轴 来模拟微型双缸发动机 而且最大马力 做到了105匹 而宝马的F800 全系列 比如800S 800GT 800GS 800ST 800R 800GSADV 这一系列车型 都没有突破95匹 可以说发动机 做了很大的升级 而且胡斯瓦那 为什么要使用宝马技术 因为它从2707年 就被宝马收购 收购之后 推出很多跨界车型 比如T2650 SM610 TE610 录的900 但是这些车型 没有一个做成功 都以失败告终 后期到了2013年 宝马撑不住 又将胡斯瓦那 卖给了KTM 所以2013年之后 胡斯瓦那归KTM所有 这里有个小插曲 07年胡斯瓦那搬到了德国 它的旧厂房 和一些发动机 被我过星月摩托购买 所谓今天的星月 包括SWM 它的中排量发动机 来自于胡斯瓦那 关系屡清楚 我们聊一下这台摩托 它用的是一台夜冷 898cc 四重程并列双缸发动机 每缸四个气码 压速比13.0比1 发动机刚径84 形成81 这个数据 与宝马F800完全不同 因为发动机刚径 加宽2毫米 形成加了5.4毫米 气码也增加了1毫米 发动机曲轴 变成315度 换来了最大马力 87500转 爆发105匹 最大扭矩 7切转爆发100牛米 用的6速变速箱 104多匹离合器 足以高度8007 整车净重174公斤 油箱容量13升 后轮胎17寸120 后轮胎17寸180 使用了欧零四节证 暴雨卡切 这台车油箱位置 在座椅下面 也是为了更好的重量分配 另外出厂可以学配ABS 目前这台摩托 在国内2012年到2014年 售价大约4万左右 不过大概率 只能收藏不可以上路 视频最后总结一下 这台摩托 以我个人来说很难定位 因为它迹象台接车 也像是一台滑胎摩托 但是整体造型离地界隙 感觉又像换了公路胎的越野 还是叫华太摩托更准确一些 另外这台摩托 拿过德国红点设计大奖 这个大奖目前亚马哈得的最多 另外我很喜欢 这个摩托油箱的设计 它和座椅外壳融为一体 看起来很有设计感 而且裸露的发动机 配合钢管车架 也没有看起来很杂 JD752S 包括又是800 真的一学一下 就料这么多吧 水一起 这个车我也不是很了解 不过我认为 它不是一台好操控的摩托 应该是一个很暴力的机甲猛兽 有奇怪的兄弟 可以科普一下 就料这么多吧 哪里不对 多多指点 感谢观看 拜拜 再见